新年的第二天 第二周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世界总经的一些判断 美国投资人可以稍微松口气 因为美国联总会主席鲍尔 10号在瑞典发表公开演说 只字半语都没有提到升息 这个字也没有暗示 任何升息的政策和方向 反而是就气候变迁表达看法 这让投资人松了一口气 而这个星期呢 市盈说了重话 市盈判断今年的经济会衰退 而且市盈也大砍了 全球金涨的预测 到30年来最糟引发担忧 接下来一年一度的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 将在下周登场 参与这一次的官员和企业人数 刷新记录 也让外界盼望 他们的聚集智慧 能够为种种经济挑战 想出解套的方向 美国联总会主席鲍尔 今年第一次的公开演说 来到斯德哥尔摩 这场由瑞士央行主办的论坛 据当外界绷紧神经 鲍尔会不会释出明确的升息讯号 人长演说令人松了口气 鲍尔除了强调维持央行的独立性 以及用升息来抑制通膨外 并没有表明任何跟升息政策有关的意图 反倒还就气候变迁 发表了看法 眼看今年第一场利率会议 就要在2月1号登场 美国联总会选择不放音 而是维持当前的步调 尤其在将近一年的积极升息下 已经让美国过去五个月的通膨数字稳定下降 消息从瑞典传回了华尔街 基地周二美股三大指数同步收高 只是放长远看整个2023年经济 大型国际金融机构说了重话 世界银行不但表明衰退风险 更大坎今年的全球经济成长预估 另一个致力重建金融秩序的 国际货币基金IMF 也在周二宣布新方案 将协助会员国改革经济 对象锁定了非洲第二大经济体埃及 IMF将针对三大类下手 包括汇率和货币政策 指定财政几率 还有结构性的改革 以维持市场信心 促进私人企业投资 并确保强劲的经济成长 仅次于埃及的则是南非 虽然是非洲第三大经济体 失业率却始终在35%徘徊 根据彭博2021年分析 已经高居全球之冠 不过在这个非洲国家 有一种特殊的灰色经济产业 正随着数位化发展 日渐茁壮 目前在南非的就业市场 占了17% 特点包括入行门槛低 立刻拿现金报酬等等 如今这种非正式工作 正扩大深入各行各业 从美法 摊贩 汽车技师 到计程车 从非洲再到欧洲 世上把目光放到了 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 一位每年冬季举办的 世界经济论坛 将在1月16号登场 疫情后的首场实体冬季巨首 预计会有近200名政府官员 1500位企业大佬参与 创下史上最大规模 各国官员齐聚一堂 能不能在这五天的年会 为种种经济挑战 提出解透方案 全球拭目以待 TV的新闻众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